极乐世界很特别 同居图往生 同居图下下平往生 也作阿维悦至菩萨 这一句话不得了啊 这一句话是真正明白的时候 他彻底放下了 他会老实念佛了 那个阿维悦至菩萨 要向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教的经的时候 那是到法华经毕业了 通过四十九年的学习毕业了 真的发生了 在这个法门一句佛号 要多久啊 你看我在实际上就看 你看净土神仙路 你看往生转 绝大多数 我看的时候 差不多超过三分之二 三年 五年 他就真的了 啊 摄迦牟尼佛带到你的时候 还在四十九年才真的了 这个法门不要人带呀 这自己三五年就真的了 你们想想这是什么法门 然后你才能体会到 为什么祝福如来 赞叹阿弥陀佛说 佛中之王 光中极尊 这两句话是 摄迦牟尼佛代表一切祝福 说出来的 难 最难 难在什么地方 摆在我们面前不认识 修净土的人多少啊 这个搞清楚搞明白的有几个 真搞清楚搞明白 死心塌地 三年五载做佛去了 那怎么会一样呢 你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留恋 那是这种道理 真正彻悟之后 取得了净土 取得净土 跟着我说 你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什么时候往生 没障碍 那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 都知道为什么 为苦难众生 为帮助他们 这是什么 有缘人 你给众生有缘 你有这个境界 你不能赶快走 你还得提携提携 这些有缘众生 如果没有有缘呢 没有人就立刻就走了 什么叫有缘 还有人真听你的话 真相信你 真能依教奉行 这就是有缘 佛事门中不是一人 有一个有缘 有一个有缘人 你对他照顾他 怎么照顾 把这个四里 英国讲清楚 讲明白 这叫照顾 不是别的照顾 你能讲清楚 讲明白 先读了自己 这真的不是假的 自己得的利益 七分 别人得利益 三分 这样我们就能够 体会到 历代金宗 这些祖师大德 他们给我们表现 做金宗学人的榜样 做大乘佛法的开模 模范 这是道道滴滴 文文荡荡 一身成佛的方法 别的法门虽然好 我刚才给主 报告过了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一步一步的教学 才达到 顶峰 就好像带一个小孩一样 从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所 才拿到波斯 学位 很辛苦 那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代人 是这么个代化的 这 金宗大大不相同 所以它是个特别 诸法 密谣 所以这是 成都不过的 不说不切这个鸡 你就不能给它谈这个话门